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罗聘的艺术世界》的展览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纽约看一看 2009年冬天 文国宝档案海外寻导设置组 再一次恢复美国纽约 探访这里的中国文物 纽约第五大道一千号 中央公园一角 处立第一座高大宏伟的博物馆 这就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这是全美最大的博物馆 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巴黎的卢浮宫 并称为世界三大博物馆 全馆分站三层楼 设234间陈列室 收藏近五千年来各种文物 包括公元前2460年的埃及古董 伊朗铜器 日本盔甲 法国雕塑 荷兰油画等 中国馆坐落在博物馆的二楼 长廊两旁的玻璃涂柜里 摆满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精美的瓷器 步入佛像展厅 迎面而来的是气势辉煌的广圣寺壁画 还有商周时期的青铜器 明代的木家具等可谓渐渐价值连城 而最令人感到震惊的是 在博物馆二层的北厅之中 还有一座微缩的苏州园林 园中飞檐 雕梁 鱼池 凉亭 一应俱全 步入其中 仿佛穿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隧道 如同置身于中国南方园林的静谧之中 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二楼的中国书画展厅 正在举行一场题为独特的视野 罗聘的艺术世界的特别展览 在节目一开始 我们提到了正板桥 这是一个中国人所熟知的名字 可同是扬州八怪之一 罗聘的名字却显得有些陌生 那么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缘何要举办罗聘的专题展览呢 罗聘自顿夫 号两封 是清代扬州八怪中最年轻的一位画家 其非凡的艺术成就 对后期中国绘画影响深远 2009年 是罗聘世事210年 为了纪念这位乾隆年间 扬州画派的重要画家 瑞士的里特伯格博物馆和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一起决定举办罗聘的艺术世界展 为了全面的展示罗聘的艺术 大都会博物馆不仅从美国的其他城市 以及日本调来了部分罗聘的画作 还从中国的北京故宫 上海博物馆 天津博物馆 浙江省博物馆 借来了许多作品 包括一些国宝级的名作 如摄色荔枝图 最中魁图 寒山石德图 斗笠先生向轴等 共计六十虎 这是北美地区首次有关十八世纪 这位中国绘画大师的全方位展览 一幅幅离经叛道的珍贵画卷 一段段显为人知的历史瞬间 国宝档案 与您走进罗聘的艺术世界 罗聘是扬州八怪之一 那么扬州八怪究竟怪在哪里呢 首先就是他们独辟蹊径的利益 他们要创造出先天基地之文 震惊雷雨之字 喝神骂鬼之谈 无古无今之话来自立门户 就是要不同于古人 不追随时俗 风格独创 他们在作画时不守莫举 离经叛道 奇奇怪怪 再加上大兜个性很强 孤傲清高 行为狂放 所以称之为八怪 您巧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出的 这幅罗聘的斗力先生向轴 纵100.5厘米 横46.5厘米 乍一看 确实非常奇怪 画上的男子 头戴一顶草帽 肩上挑着一个 用浓重的黑色渲染的 圆形带刺 且看上去非常奇怪的东西 走近一看 原来是个斗力 画的上方 还有一篇名为 斗力先生不知何许人也的 罗聘亲笔题字 整幅作品简洁中 又带着十分鲜明的个性 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 扬州是当时 中国南方最大的商部 实际当时没有上海 扬州就相当于上海 那么在扬州 其实住的这个 所谓文人学士 并不太多 人多呢 盐商 那么扬州画派的画 要迈出去 就要打动盐商 所以呢 扬州画派 就有一个共同点 风格 要特别新意 在这一点上来说呢 就造成了 金农和罗聘 他们师生 这种奇异的画风 罗聘善于抓住 人物特征性的姿态 与生活细节 来展示一个人的精神气质 这幅东新先生向轴 以墨笔渲染会一句时 东新安坐时尚 身微轻 脸略测 目光炯炯 左手持书板 右手呈兰花纸状 俯弄胡须 聚精会神的阅读书板 献出会议之探 细如牛绳的小便 挂脑后 让人看了 玩耳发笑 头像 以白描绘成 又以无数斗点 点出衣服质感 全图细笔 与颤笔并用 不加渲染 纯韧自然 富有韵味 大都会博物馆 亚洲艺术部主任 何姆门说 之所以给这次展览 取名为独特的视角 是因为 罗聘在很大程度上 代表了他的时代 被称为怪 意味着罗聘展示出 强烈的个性风格 而这种个性风格 与当代西方艺术家 又有许多相似之处 这次展览提供了一次 难得的机会 使人得以窥见 这位中国清代艺术大家 独特的风貌 在下期的节目里呢 我们将会继续为您 讲述罗聘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